你为什么不要救我 为什么你要放弃 我是被你害死的 在那个树下面有一个baby 那baby整成血 可能是那件事情 拉着他女儿快快走 一整个慌张 他是女儿 你要懂 他是一个女儿 小男孩的声音开始出来 你为什么不要救我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寄生满谈的渡眼龙秀 我是你们的白不是 Izandra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 那今天呢 又回来到我们的 灵的星辰 OK 那今天灵的星辰呢 我要带来给大家 是有关于到 一个 算英灵吧 算英灵的一个故事 OK 事情是发生在有一天 有一个这个妈妈 带着一个小孩 那小孩刚放学 OK 那小孩刚放学 就是从学校要走路回家 因为他家里也是静静 大概要一个十分钟的路 这样子 然后他就走着回去 然后通常就是下午就是 放学了过后回家 就是要煮东西给小孩吃 对吗 对 OK 所以呢他从学校要跑回来 这个他的家的时候呢 就是会经过一个树 那经过一个树的时候呢 他突然间感觉到 诶 怎么他女儿 不见掉去 就一直找他女儿 诶 怎么他女儿突然间很像 跑掉的什么 因为本来是在他后面牵着 这样子嘛 然后突然间感觉 诶 怎么他女儿的手松掉 还是什么 没有找到他女儿 然后讲 女儿女儿 你在哪里 女儿你快点出来 你不要吓妈妈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OK 他被吓到妈 就讲 诶 到底在哪里 然后他看到他女儿 正在那个树 因为那个树是在中间 然后他们要 这样子走过嘛 他就在后面 那树都很后面一点 然后他的脸就这样 这样 这样看着他 看着他吗 对 这样 这样 妈妈 你在找我吗 你在找我吗 然后他的脸 是整个吓死人 他整个 因为你知道小孩子 那小孩子又白白这样的哦 不会很像 他皮肤也是白白这样子 然后他不会很像黑黑这样子 然后 他妈妈看他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一晚上看他就 他感觉他眼睛 那个瞳孔 那个眼睛的眼球 好像变小粒这样 然后呢 他整个 因为 小孩子 你懂吗 小学生 不可能会那种 熬夜都很严重 因为小学生 通常叛逆 应该在中学开始 你知道吗 那小学 应该还没有到 这样严重 所以他整个 很像那种 没有睡觉很多天 那整个下面 是黑到晚 然后这样看着他 这样子 然后整个 眉头皱到 他眼睛就变小粒 这样子 他妈妈就吓到 他讲 你不要吓我啊 女儿 你不要吓我 然后他讲 你在找我吗 然后过来 他突然觉得很奇怪 然后 他就这样 然后过来他就讲 妈妈妈妈 你做什么 他女儿就讲 妈妈妈妈 你做什么 做梦你突然间 你OK吗 做梦你哦 做梦你妈咪 有事吗 然后过 他就讲 哦 没有没有 这里很危险 快点走 然后就走咯 OK 然后突然间 他的脑就闪过一个画面 那个树 有一个baby 那个树有一个baby 在那个树下面有一个baby 它是一个画面 不是那个baby在那边 那就一个画面 诶 这baby 在那边 然后过来很可怜啊 什么东西 他就回忆起往事 然后就想到一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 哎呀 可能是那件事情 他就快点拉着他女儿快快走 快快走 他走路的时候 他感觉到有一个baby在他的这边 在这边 这样吗 这样子 有 这样子 你知道吗 就像挂他这样子 然后就 啊 然后又快快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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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走了 我们回家 因为你懂了 女儿在旁边 你不可能会 一整个慌张 还是什么 你要 假装那种 镇定 你知道吗 那个妈妈就那种 假装 没有事没有事 快点走 也不要讲什么事情 然后OK 就好不容易 他们就回到家 他们住在那个公寓里面了 然后呢 他们住在公寓里面 那个妈妈就讲 OK 你肚子饿了 因为放学了 应该肚子也饿了 下午又走 这样久的路又晒太阳那样子 然后呢 他就讲 OK 这样我帮你煮面吃 OK吧 然后他女儿就讲 OK啊 妈咪可以 就煮面吃 他就坐在那个饭桌那边等哦 因为你知道 之前啊 没有什么电话 什么 以前的小孩很乖 因为没有电话 你知道吗 没有iPad看作 现在小孩子全部等菜 的时候是iPad 但没有嘛 所以他就等 然后乖乖坐在那边等 之后 他的妈妈 煮 煮那个面给他吃 OK 然后他面煮完了过后呢 就放在那边 然后他讲 好吃吗 然后他 他妈妈 他女儿就没有吃 因为他妈妈 对 他女儿没有吃 然后他就 他就手这样子 就是整个啊 他手很像拳头这样 然后就这样 他妈妈也是女儿 他女儿 他女儿就这样 就坐在坐着那边 就很生气 很生气这样 对 然后过后啊 他就讲 女儿你做完你这样子 你不要笑我咪啊 不要笑我咪啊 他就讲 他讲 怎么你不要吃 你快点吃啊 不会饿吗 然后他讲 他就这样 就一直不要讲嘛 然后 我错了口味给他女儿了 没有 什么都 BRO 不是这样子 OK 然后他就这样 就很生气 你知道很多人是生气 小孩子生气的时候就 这样 这样子 没有这样夸张啦 OK 我就做一个夸张 就 这样 就是呼吸很大声 这样呼吸急促的感觉 你不要这样子的笑容 哈哈哈 OK 然后 OK 要认真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OK 他就很生气 他就整个很生气 然后他一句话都不要讲 他妈妈整个已经笑到脸清气 他一句话都不要讲 因为他可以感觉到根本不是他女儿 然后结果他女儿讲了 然后第一句话 你知道什么吼 是一个男生的声音 是一个小男孩的那种声音 因为他是女儿 你要懂 他是一个女儿 但是他就有一个小男孩的声音 这样子出来 他就讲 你为什么 不要救我 这样子 他看到了 你为什么不要救我 为什么你要放弃 我是被你害死的 这样子 然后他就讲 你难道是那个 baby 吗 OK 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个 baby 是从何以来 是从这个女孩子19岁的时候 然后他就讲 为什么你不要救我 你要害死我 被你害死了 为什么你不要救我 他就一直他女儿就一直 为什么你不要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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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讲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事情是发生在这个妈妈19岁的时候 这个妈妈19岁的时候 他经过那一个桶一个树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个 baby 在哭 OK 那个 baby 在哭就是 活着的 baby 活着的 baby 然后那个 baby 就是 躺在那边 然后他去前去看到的时候 那 baby 整身血 整身都是血 然后旁边已经可能给那些蚂蚁啊 什么咬 然后整身都是血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然后他就在想要不要救 但是他吓到 你知道吗 因为看到很多血 你懂吗 19岁 看到这样多血 他也不懂要怎样做嘛 然后你讲要养个小孩子 也不懂要怎样嘛 这样子 所以他就直接跑掉 他就直接哭啊 直接跑掉 因为他吓到了 然后结果呢 他再回来 要再找这个 baby 的时候 已经死掉了 全部围着那警察啊 那种消防员 他全部围着了 已经封路了 因为那个 baby 已经死掉在那边 对 就是19岁的时候 然后现在这个妈妈 已经差不多30多岁 40多岁 他的小孩都已经上小学了 然后这个小孩呢 突然去找他的这个女儿 就是上他女儿的身体 所以他才会这样子 为什么你要杀掉我 为什么你要害我 为什么你要不要救我 这样子哦 我就是回来找他 对 然后他在讲的时候 他就一直流眼泪 他这个妈妈就一直流眼泪流眼泪 他讲你不要这样子 请你放过我的女儿 请你放过我的女儿 我一定会好好的 就是把你暗赞好对不起对不起 他就一直在那边忏悔 这样子这样 然后那个女儿慢慢这样去前面 为什么你要害死我 为什么你不要救我 突然间他这样 抓住他妈妈 这样 这样哦 这样哦 就这样 就这样子一直掐住他妈妈 他讲 为什么是你害死我 是你害死我 我今天要你一命还一命 一命还一命 这样子 他就掐着 然后不可能是小学生的力气 对 因为他已经差不多 呃 呃 呃 死了那种 那种 就是你懂啊 这种 卡着 不能呼吸 那种 刚刚求你放过我 跟我的女儿 求你放过我 跟我的女儿 我会好好的超度你 然后他讲了那句话过后 突然间 现在他的女儿突然间很像 停一下 没有 没有 就是他停一下 然后呢他讲 我会超度你 然后刚好这个妈妈 旁边 就是他掐他嘛 他的旁边地板有一个娃娃 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娃娃 像那种 baby丸的娃娃 这样子 是他现在女儿的娃娃来的 然后呢他讲 诶 是娃娃 然后那个 baby就想到他以前去世前 旁边有一个娃娃 是他妈妈给他了 所以他就突然间醒掉 他讲 诶 这个小孩子也是需要妈妈 这样子 然后突然间 他的女儿就清醒了 那个baby就走 他可以 feel到啊 他的后面有一个影这样子 飞掉这样子 就从后面这样出 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就看到那个娃娃 然后他的女儿也正常了 他讲 妈妈 他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就很懵 就是醒过来 对 醒过来了 这样完全不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还以为他慢慢拿那个娃娃打 没 哈哈哈 ok 我先拿娃娃打 ok ok 然后呢 你要打到我 好 谢谢 ok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是 诶 我们 喂 你这 你啊 我要掐他了 大家 ok 然后呢 就这样子 他们就去回那一个树咯 那个树咯 他就把那个娃娃放在那个 呃 他发现那个baby的地方 嗯 然后呢 他讲 我们会有超度你 对不起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子 然后就把那个娃娃送给他 就讲 这个娃娃是送给你的 然后 对不起 这样子 因为他之前的犹豫 就是他犹豫不决 要不要救这小孩子 然后结果 弄到这个 baby变成阴灵 然后死掉去 然后他就有叫师父啊 来超度啊 之类的 这样子 然后这个事情才过 所以呢 其实这个故事 是 蛮可怕的 因为其实这个婴灵 通常很多人是觉得 婴灵是堕胎嘛 对 对啊 然后婴灵是可能你的baby 在你肚子里面死掉 或者是可能你的孩子去世 这样子 那其实婴灵 为什么会这么难超度 很多人就讲 我已经超度了 为什么没有超度掉啊 之类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要跟大家今天 重点的 这个故事 就给大家 看到很明显 这个婴灵的东西 那其实 婴灵呢 他的怨气是很重的 因为你想一下啊 他们可能这个灵体哦 已经是 转世这么多次 然后他可能 这一次才能够得到 做人的机会 你知道吗 他可能 已经在下面受罚啊 之类的 他好不容易等到这个做人的机会 但是呢 偏偏你身为他的父母 然后突然间你就是 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家 没有办法给他生出来 这样子 所以他会不明白 他讲 为什么我好不容易 都已经有这个机会了 你为什么要把我多胎 你为什么不救我 你为什么你肚子 不能够把我生出来 这样子 虽然是说在妈妈的心里 也是很伤心 我也是想要把你生出来啊 之类的 如果是讲正常的话 不是说多胎 就讲 诶 或者是可能甚至 你多胎的话 是因为可能 你没有钱去养这个孩子 嗯 你反而你生他出来是一个很 就是让他受苦 所以很多妈妈 就会可能觉得 虽然是我很不舍得 但是我要把这个孩子 就丢在这个树下 或者是 有些是 有些是不小心火婴 对 对 所以很多事情呢 这个英灵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缘分 也是可能是一个因果来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英灵呢 就是很难要去投胎 就是因为他很难得 去有到这个机会 可以得到做人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的机会只是一个希望 但是 因为一些某些因素 可能是这个英灵的因果 或者妈妈的因果 所以到最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出生 所以变成这个英灵的怨气很重 因为他是还没有出生 所以他是有带一次 前世记忆啊 之类的 他才是会来到这个人间 所以他会 很气 这个妈妈 或者这个人 为什么有一个缘分 给到你了 你居然 害到我 没有办法出生 这样子 所以他怨气 自然而然很重 所以很多人就讲 英灵是非常非常难超度 为什么超度了 又还没有超度到 很多人讲 我已经帮我的英灵超度了 为什么他还存在 还要一直来 很像弄到部数呢 之类的 因为其实 英灵的怨气重 那超度只是给他一个功德 比如说一个功德 给他 有这个够的功德 才去投胎 或者是去转世 或者远离六道轮回 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当他功德不够的话 你觉得 你做一次会够吗 这超度有很多种 可能很多人讲 不是说是不利不利 很厉害的问题 是说这个超度 如果我那个人跟你讲 我肯定可以把这个灵给你超度掉 你就可以跟他讲 hello 是谁定的 是谁定 你做这个法会一定 这个超度会超度掉 因为呢 这个天地 跟这个整个宇宙 都是有它的规律 对吗 对 所以当这个规律 这个孩子能不能够得到投胎 时间到了没有 功德够不够 是你受不了算 对吗 师父也受不了算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超度呢 就只能够帮他加强他的这个功德 让他刚好可以遇到这个机会 这个超度就等于开一个门给他 那他这个英灵选择要不要走 要不要放下 或者是他实定有没有到是由不得你定的 对 所以不管是 阴灵啊 或者其他超度都好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其实很多人就会讲 诶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很像 一直有这样子的领域体质啊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子 有这个阴灵干扰 所以其实阴灵会怎样做呢 他们会很不开心 你没有办法把他生下来 所以他会去找你现在有的孩子 其实阴灵是从几岁开始 有些是好像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怀孕 然后没有这个时间 还没有到Premature Death 或者Premature Birth 然后也算是阴灵 那生出来了 然后有些生出来了 过了几个钟啊 几天过世的这样子 对 或者那种生到 过了一两三岁到五岁 对 这些也属于阴灵的 对 所以变成都是阴灵 就是只要他还没有过 这个小学年纪以前 就是五岁以下 都可以算是阴灵的 就反正是如果他是一个小孩 他还没有成年的 都可以算是阴灵的 所以的话呢 大家你们要知道这个阴灵 其实你也不可以怪 这个阴灵为什么一直 捣乱你的孩子 或者是弄到你的生活不好啊 因为其实他有这个怨气 有这个怨恨你 就比如说 OK 比如说是Simon 他是怨恨Simon这样子 所以他怨恨你 他不管什么原因 因为他是生来要做小孩 所以他这个小孩的 这个情绪他不明白 所以你一个超度 是让他比较明白这样子 所以你有机会去做超度 对 就去做 对 不是说你做了超度 他不会做还是什么 你有机会能够去做 最好吃去做 对 不管是做一次两次三次 越多吃一样 对 因为就算你越多吃这个超度 他都是为他好 因为如果他已经过了 你再做给他的话 他到下一世他会有累积到这个功德的 所以不是说 这个灵体不在你就不要超度他什么 这个超度呢 其实与其我们讲这个阴灵 是一个因果 我们更可以讲他是一个福报来的 因为给一个你这个福报可以去累积 帮他去累积这个功德 其实他就是有阴跟阳的存在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阴灵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重视 因为阴灵是其实蛮可怜 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 对 嗯 我其实见到很多阴灵的class 对 有些是twins啊 双胞胎啊 嗯 有些是已经出生了 然后可能过了几个小时 或者几天这样 有些是几岁了 然后另外一个阴灵是在肚子里走 对 所以有时候我去看个案啊 还是跟人家算牌之类 或者通灵 有时候会看到阴灵在他们身边 对 他说我已经做超度了 对啊 他们就很快生了 就说 对 我不是已经超度了吗 这么他还在我身边 而且还很生气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们讲 没有啊 他还在你身边啊 你超度不一定说你做一次就 就 就给他过了啊 他要不要过还要看他自己啊 对啊 嗯 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不是说不要去做 你能够做 尽量去做 对 做越多越好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啊 你没有这个精进能力去做 你可以念经回向给他 或者是为他做一点东西 做一点功德 比如说放生啊 还是做什么好事啊 就回向给他 也是可以啊 也是算啊 就是他要重点是累积这个功德 对 所以的话呢 其实佛英灵的话 他们除了超度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做那一个 灵位牌给他 就是那种 神主牌 给你的英灵也是可以 因为他可以不断的去 累积这个功德啊 这个佛法啊 就是给他在这个佛下面就是去修行 给这个英灵也去修行啊之类的 因为英灵其实也要修行 因为他们很难投胎 所以变成呢 他们会一直留在父母身边 那如果你有一直做的话呢 这个英灵会帮助到你 有时候可能他会陪在你身边啊之类的 他会也是会明白的 知道吗 他也是会明白 如果你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个英灵也会明白 也会明白妈妈的感受 但是你作为 啊 父母的话 一定要先去交代好的 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哎 这个东西很像很恐怖啊之类的 其实不是 其实 这个东西 呃 都是一个因缘巧合的东西 所以 会给你遇到 会给这个英灵遇到你 也是一个因缘巧合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来的 然后 所以很多 这些个案啊 很多英灵呢 他们会很像很头重 那其实 英灵的东西 会有 呃 很多那些 你这样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啊 但是你们不用怕 OK 不用怕 这个英灵的话是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英灵还是什么问题 或者你小孩的问题 都可以找我 或者Simon师傅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再说一下 忏悔的重要性 对 如果 刚才那个故事 这个妈妈没有忏悔的话 你觉得这个灵会这么 像巴干修的 把她的女儿放掉 对 她就会 对 要不明白你 已经有这个缘分 看到我在那边 我最后一口气 你为什么不要救我 她就很怨 她就很怨 她很不爽 这样你不要救我 我为什么要放过你的孩子啊 所以 忏悔有多么的重要 你们知道吗 所以当你有犯错 我们不能够再回到过去 但是我们能够活在当下 跟未来 所以我们可以忏悔我们之前做过的错误 然后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所以忏悔是很重要的 跟作为我们人类 作为人 或者作为父母 或者作为一个人类啊 修行人都好 你的这个修为 你的这个责任感是很重要 不管是你今天 是可能你是人家的女儿 OK 你是人家的女儿 你是人家的儿子 你要负责任啊 对爸爸妈妈负责任 对 然后如果你长大了 或你生了孩子 你要对自己的老公 自己的老婆 自己的孩子负责任 所以 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是非常重要 然后多为别人去想 所以当你会多为别人去思考去想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 这么他一直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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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你会往好的一方面想 因为我们在人间很多痛苦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对 因为每个东西都有因跟阳 因果跟福报 所以的话你要看你自己选择选哪一边 对吗 那如果你选择一支负能量负能量有好处吗 没有好处 你只会怎样 越来越痛 对 然后你没有办法脱离痛苦 你会一直引这些负能量来 对 但是如果你选择看好的那一方面 诶 他居然可以放过我女儿诶 诶 他居然给我一个机会诶 诶 他居然接受我的道歉诶 诶 这个英明真的是会善解人意诶 诶 他会听我解释诶 诶 他给我一个机会做功德给他诶 你这样子想 你会一整个豁然开朗 然后你会觉得 诶 这个世界还是有阳光 还是有佛光 而不是一直选择 怎么他要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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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能量 对 所以的话 有时候这个就是叫什么 观 自 在 又是回来 观 自 在 菩萨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就是一半佛一半魔 所以你的心里 为什么要观 自在 菩萨 我们心境里面第一个就是观 自在 菩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心中住着的菩萨 所以你要自己去看你自己心里面发出来的 这个菩萨跟佛光 你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快乐 对 对吗 对 对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你的选择 你的生命也是你的选择 你每一天的快乐跟不快乐 也是自己的选择 这很多人会羡慕 诶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活到这么正能量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活到这么不开心 这个都是他们的选择 自己的选择 对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英灵的这个故事 今天是灵的心声啊 也是 讲出这个英灵的心声吧 其实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圆满 这个故事很圆满吧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呢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 对 然后也让大家也可以看到更明白 这样子 如果你们身边有遇到什么 英灵的问题啊 或者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啊 都可以来问我们 或者是来找我们 询问啊 之类的 都可以 或者可能你的朋友们 啊 你可以去问问看 是不是你有这个英灵啊 之类的 所以 这个影片 如果你没有打断我的话 OK 非常圆满啊 我觉得非常圆满 虽然他打断我也是很圆满 就有一个 快乐不快乐 快乐不快乐 就没有这么 好说 可是恐怖就没有这么的 Tension 压力 压力 对 就没有这么大压力 所以呢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 因灵不因灵的东西也是最好的安排 相信宇宙 相信天地 相信因果 所以呢 今天我们领的新生的这一集呢 就到这里啦 记得要来follow我们的Facebook哦 我们的Facebook会有不定时的Facebook直播 跟大家互动还有传一些更正能量的东西啊 或者一些课题啊 之类给大家 然后呢我们的Facebook还有我们的Instagram 会第一时间发布我们最新的近况啊 update给大家 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一个YouTube Channel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今天英灵灵的新生的看法 还有你还想要听怎么样的故事呢 还有你还想要明白怎么样的课题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之后我们记得马上对龙兽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 准时发布影片哦 拜拜